启示录 第十一章 由一根尾指赐给我 当作凉度的杖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凉一凉 只是殿外的殿子要留下不用凉 因为这是给了外国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建军人 穿着毛衣 穿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恶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到的日子 叫天地色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病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摘殃攻击世界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 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会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过了这三天半 又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 成就倒塌的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摘祸过去 第三样摘祸快到了 第七位天使崔昊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浮于底 敬拜神说 习在今在的主神 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 以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理明的人 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鬼 随后有闪电声音 雷轰地震大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